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你的手机有没有转震动静音或关机的模式 以免影响到聚会中的进行 再来就是再给我们附近的弟兄姊妹朋友说一声 耶稣爱你 很高兴今天一起来圣殿敬拜上帝 好 我们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尊明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 在开始前让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宣读一段圣经上的话语记载在诗篇33篇 让我们一起来宣读 义人啊 你们要靠着耶和华欢呼 正直人赞美主是何宜的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 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 因为他说有就有 命令就立 以耶和华为上帝的 那国是有福的 耶和华拣选做自己产业的 那名是有福的 耶和华从天上观看 他看见全人类从自己的住处 他查看地上所有的居民 他是那创造众人的心 了解他们一切作为的 君王不是因兵多得胜 勇士不是因利大得救 也靠马得胜是枉然的 马虽然那也不能救人 耶和华的眼睛看顾敬畏他的人 和那些仰望他慈爱的人 我们的心等候耶和华 他是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盾牌 耶和华 求祢照着我们所仰望祢的 向我们施慈爱 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亲爱的主要说 我们感谢赞美祢 主啊 谢谢祢的恩典 慈爱与怜悯 让我们尽力能够站在祢的圣殿中认识祢 敬拜祢 寻求祢 主啊 不是因为我们多好 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那是因为祢的爱 主啊 谢谢祢 我们不是完全的祢知道 我们还在这个社会中 世界上我们有软弱 主啊 有时候我们犯错 我们远离了祢 但主啊 祢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谢谢祢耶稣 让我们今日能够再次站立在祢的殿中 敬拜赞美祢 求祢有祢的宝血再次的洁净厚厚遮盖我们 让我们再次透过主耶稣祢的宝血 让我们知道 主啊 祢仍然用笑脸仰望着我们 呼召着我们回到祢家 主啊 谢谢祢 求祢保血遮盖遮地 遮盖祢的教会 以及保守在路中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一起来圣殿中敬拜祢 认识祢 主啊 也求祢恩高祢的仆人 高蒙祂的嘴 主啊 也恩高所有的服侍祢的弟兄姊妹 以及所有用心灵诚实敬拜寻求祢的人 让所听所讲的都同感一灵 不得遭就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祢 在实际上今天的主日聚会 从头末了都交代主圣灵的手中 愿祢的旨意在每一个人身上得以完全 主啊 也抓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恩高我们 用祢的话 祢的灵厚厚的充满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祢所恩高 被祢所抓住 感谢赞美主耶稣 将以下的聚会交代主圣灵所中 求祢来执政 来王全 感谢赞美主 奉耶稣的命 老高 阿们 我们先用诗歌来敬拜祂 主 祢是掌管万有的神 祢是圣洁又是全知全能的神 祢的慈爱存到永远 祢的信实直到万代 凡有信息 凡有戏气息的 都要来赞美祂 祢的敬拜祢 天 obrig祢的神 祢的麽ожет 愛存到永远 祢的enix 低音息的 祢的rzæ在堵这里 祢的臿应 001519 祢的祢誕 我有全力 祂此爱尊到永远 祂一次下福我的心生命 祂此爱尊到永远 歌颂 赞命 歌颂 赞命 祂心事直到永远 祂能力不改变 祂都在直到永远 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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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日子之地到日落去 祂此爱尊到永远 您看天我们努力向前 祂此爱尊到永远 歌颂 赞命 歌颂 赞命 祂心事直到永远 祂能力不改变 祂同在直到永远 到永远 到永远 祂心事直到永远 祂能力不改变 祂能力不改变 祂同在直到永远 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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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能力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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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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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你是充满恩典的拯救者 谢谢你无条件的爱 救我们脱离罪恶 使我们拥有新的生命 我愿全心全意地来敬拜你 永远地来称颂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愿送赞你 全心全意赞美的心 爱情爱你 你感谢你感谢的心 永远地来称颂你 当我们归拜你 你依旧温座千里 敌人的装饰 在你恩典里 时时刻刻的安息 耶稣 耶稣 尊贵救主救主耶稣 尊贵圣洁救主耶稣 尊贵圣洁我救主耶稣 耶稣 慈爱的大母人耶稣 慈爱的大母人耶稣 我的慈爱大母人 我愿送赞美 全心全意赞美的心 来敬拜你 以感谢的心 永远远赞颂你 我愿问回拜你 你准作谦卑的人 你准作谦卑的人 在你恩典里 在你恩典里 时时刻刻的安息 在你恩典里 在你恩典里 祝你恩典里 在你恩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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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恩典里 你恩典里 我们可以在主日 大家相聚在这里 一起来敬拜上帝 一起来歌颂他 我们一起的敬拜 一起的聚会 主在我们当中 无论过去 这一周发生了什么 无论此时此刻 你的心情如何 你要知道 主在这里 主和我们同在 你的祷告 你的唱歌 我们读他的话 主都听见了 感谢主 愿天父上帝的恩惠和慈爱 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临到我们每一个人 过去呢 我们教会 一直在逐渐的 逐卷的去讲不同的经文 我们有讲过 格林多前书 然后有讲过创世纪 然后有讲过格林多后书 有讲完了出埃及记 今天呢 我们会来到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 叫做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是一本先知书 而先知书都有它很特别的地方 马拉基书的特点在于 马拉基书是由六段的争论组成的 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是争论呢 对啊 为什么是争论 先知马拉基带给百姓的是一种争论的形式 上帝的启示 这种争论的形式是上帝宣讲 宣告一段话 然后呢 他的百姓提出反问或者质疑 然后上帝 再进一步的去解释 启示给他的百姓 而当我们去读马拉基书的时候 我们就会渐渐明白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 马拉基书 就是我们要来学习的这一卷书 在我们正式进入马拉基书的经文之前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敬拜 包括网上的弟兄姐妹 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拜 独一的真神 主啊我们知道天气不太好 一连好几天都是阴雨天 我们也知道有的弟兄姐妹身体不适 有咳嗽 有发烧 有感冒 主啊我们为着我们 在我们当中身体有不适的弟兄姐妹祷告 求主赐下一致 我们为着我们当中心情愁烦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求主赐下安慰 主啊我们为着那些有惧怕的祷告 愿主赐下信心同在帮助保护 主啊你是我们永远可以依靠的主 今天在主日你的众儿女一起聚在这里来敬拜你 我恳求圣灵与众人同在 恳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心 让耶稣基督的真光照亮我们每一个人 主让我们的心中充满从主而来的盼望和喜乐 主啊是的 不管我们的人生走到哪一个地步 不管外面的环境天气整个世界的政治局势变成什么样 主啊你是我们的主这不改变 我们是你在地上的儿女不改变 你是那一位勇于我们同在的上帝不改变 所以我们总是可以依靠你 我们总是可以仰望你 我们总是可以在痛苦的深渊 在无人知晓的眼泪当中去信靠你 你是那一位垂听我们心中呼求的主 主啊让我们在有限的岁月当中 让我们还活着可以敬拜你的时候 我们不轻看我们的日子 珍惜我们在世的日子 我们要来荣耀你 我们要来见证你 我们活着就是为主耶稣基督而活 主啊今天你看到你的百姓敬拜你 你不仅悦纳我们的敬拜 并且你和我们同在 主啊你就来坚固我们的心 与我们接下来一起聆听你话的时间同在 主啊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 成为我们的安慰 我们记得你的话 也让我们将你的话当作属灵的粮食 吃了就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健壮 我们可以奔走天路 我们可以向着标杆前行 主啊赐福给你的百姓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平时看到很多的人和事 当我们看到人和事的时候 透过人的行为 我们就能理解人的关系 举个例子 如果你看到一群人坐在一个桌子那里 一个人坐在这一边 五六个人坐在对面 这个人在讲 那些人在写 很认真的在听 那你就猜 哦 这个人可能是经理 可能是老板 剩下的那些人呢可能是员工 他们在开会 一个人在讲另外的人在听 你透过人的行为所表现的 你看得出人的关系 同样的 在圣经当中 在马拉基书当中 上帝也指出了人的行为 透过人的行为 看出他们和上帝的关系 他们跟上帝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我想今天我们先跳过第一段的争论 我们先来看第二段的争论 等一下我们回过头来 再去看第一段的争论的时候 我们会有更深的认识 第二段的争论 让我来带大家看几处的经文 从第六节开始 圣经这样说 万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 这是争论的形式 先怎么说呢 先是上帝所说的 藐视我名的祭祀啊 儿子尊敬父亲 仆人敬畏主人 我若是父亲 我该受的尊敬在哪里呢 我若是主人 我应得的敬畏在哪里呢 上帝说 儿子都会尊敬父亲 仆人也都会敬畏主人 那么好 如果我是父亲的话 你们是我在地上的子民 百姓的话 那我该受的尊敬在哪里 如果你称我为主 主 我的主啊 称我为主的话 那我应得的敬畏在哪里呢 从这一句话我们看出 当时的百姓不尊重上帝 不敬畏上帝 而在这里上帝尤其指出了什么呢 说藐视我名的祭祀啊 这是在第六节前面上帝所说的 说藐视我名的祭祀啊 大家都知道 在旧约的时代有祭祀 上帝所特别设立的 这些祭祀日常要以各种各样的礼仪 敬拜的方式去敬拜上帝 侍奉上帝 而且他们的礼仪无形当中 也成为一种教导 教导百姓应当怎样献祭 怎样去侍奉上帝 怎样去敬拜上帝 然而上帝给他们的形容词是 藐视我名的祭祀啊 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 第七节 你们把污秽的食物 陷在我的坛上 然后你们怎么说 你们说 我们怎样污秽了你的坛呢 因为你们以为 耶和华的桌子是可以藐视的 原来你们献上的是污秽的食物 第八节 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怎么做呢 说你们把瞎眼的献为祭 这不是饿吗 你们把瘸腿的和有病的献上 这不是罪吗 你们把这样的礼物献给你们的神长 他会喜欢你或是悦纳你的礼物吗 上帝说你们做的 我都看到了 你们所献上的我都看到了 你们献上的是瞎眼的瘸腿的 有病的不好的 你们把它献上 那我要问问你们 你们如果把这一些 你们自己都知道不好的东西 去献给神长 去献给达官贵人 你觉得人会喜欢吗 如果连人都不喜欢 人既不喜欢这样的礼物 也不会喜欢你 如果连人都不喜欢 那你为什么把这样的礼物给我呢 刚才我们说 透过行为可以看出关系 透过行为可以看出 人行这个行为里面真实的心是怎样 上帝说你们误会我的桌子 你们觉得耶和华的祭坛是可以误会的 因为你们把不洁净不好的 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 反正我都嫌弃的 就这么献给上帝 上帝说连人都知道这是不好的 你自己都知道是不好的 你都不会把这个去献给神长 给你们那些达官贵人 但是你却这样去对待我 行为背后 岂不是反映出这个行为真实的心吗 祭司这样做的背后 岂不是显出了包括祭司和献祭的百姓 他们的心态吗 你要知道祭司 他们当然做献祭的动作 但是这些祭物是百姓带来的 百姓带来的 所以你透过马拉基书 你会看到当时的文化 百姓属灵的状况 我既要献祭 又不想献好的 既不得不要做一个 反正我们历代都在做的事情 但我又想 怎么样可以偷工减料 偷奸耍滑 把我不想要的 又是差的给出去 尽量让我自己获得好处 给上帝的尽量给那些 我都不想要的东西 你继续去看到十二节 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 他说你们亵渎了我 因你们以为主的桌子是误会的 桌上的食物是可以藐视的 你们又说 唉 真麻烦 你们就嗤之以鼻 耶和华说你们把抢来的瘸腿的 有病的带来做礼物 我怎能从你们手中接受呢 所以祭司们不仅是把糟糕的礼物 献给上帝 而且祭司本身也非常轻看 他们所做的这个服饰 本身也非常的轻看 他们所做的圣职 他们所做的这样的职份 很轻看 他们说 哎呀 真麻烦 嗤之以鼻 这些是祭司啊 这些在上帝的百姓看来是 属灵的领袖啊 是侍奉上帝的人 但他们自己觉得 哎呀 真麻烦 真讨厌 天天还要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就随随便便的 把不好的东西献上 反正我做完了 上帝说 我怎能从你们手中接受呢 你知道这些外在的行为 背后显示出的 不仅仅是一种厌恶厌的心态 他根本上就是 我和我所相信的 我所侍奉的上帝 是多么的遥远 多么遥远的关系 我不喜欢他 我不爱他 但是没办法 谁让我天生立位人 要做这一行 这么讨厌 那就做吧 反正做这个也没什么好处 反正就这么做下去了 上帝说 你不仅轻看我的桌子 觉得我的食物是可以藐视的 桌子是可以污秽的 轻看自己的圣旨 说真麻烦 而这背后透露给我们的信息 不仅仅是这些祭司 是整个百姓 整个民族 属灵的低谷 属灵的状况 是这个样子 百姓就把不好的牵过去 祭司也不教导百姓说 上帝说你们献上的 应当是圣洁无瑕的 好的给上帝 祭司也说不好的无所谓 反正我也不在乎 也就这么献上 那个是当时的状况 而在这背后你看到的是 人做着看似最属灵的事 做祭司啊 献祭啊 献祭给上帝啊 照着摩西的律法去做 表面上做着最属灵的事 但内心却是 离上帝最远最远的一颗心 请问基督徒呢 基督徒会不会表面上做着最属灵的事 但心却离上帝最远最远 我们最近在查登山宝训 耶稣在这当中列举了三个常见属灵的虚伪 包括施舍 给予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包括祷告 包括禁食 耶稣所列举的这三样常见的善行 让他的百姓听到 说这些你们很常见 但是你们不要像假冒伪善的人 不要像伪君子 伪君子怎么做呢 无论是施舍也好 无论是祷告也好 无论是禁食也好 都一定要做给人看 都一定要表现在外 施舍的时候大张旗鼓 祷告的时候在十字路口做很长的祷告 禁食的时候更加是要让自己愁容满面 哎呀你知不知道我都没有吃啊 好饿呀 怎么没有吃 因为要禁食 哇真了不起 太属灵了 我不吃不行 你看他都不吃 耶稣说人看到了 天父当然也看到了 但是他们已经得到他们想要的 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他们想要不是天父的赏赐 他们想要的是从人而来的荣耀 从人而来的称赞 别人说哇真属灵 哇真了不起 哇你真棒 是的 想要的你都要了 你已经得到了 难道这不是表面上做着最属灵的事 但心却离上帝最遥远吗 难道不是这样吗 有多少人面对上帝 面对信仰是那种极不情愿的态度 我多么不想去教会 我多么不想去查经 我多么不想去崇拜 但是我又觉得如果我不去的话 会不会上帝就咒诅我了 会不会牧师又打电话给我了 会不会弟兄姐妹又叫我去了 好吧那我就去吧 外表很属灵的来教会 但心却离上帝多么的遥远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听到别人跟我讲说 美国加拿大很好 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尤其是我们来自于大陆的同胞 过去可能接触的不多 来到这里发现 美国加拿大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很好 每当我听到别人这样说的时候 说句实在话我心是慌的 我心是真的慌 别人说哎呀 美国的总统啊 宣誓的时候把手按在圣经上啊 在这边法庭上你要作证的时候 手要按在圣经上 保证你说的是对的 你没有撒谎啊 哎呀这个很好 我就在想马拉基书所说的话 你知道马拉基书有这样的一个细节 万君之一和华说第十节啊 真愿你们当中有人把店门关上 免得你们在我的坛上 突然点火 上帝说的话 上帝说对 摩西的律法是我颁布的 敬拜的礼仪是我教你们的 但是我宁可你们把店门都关上吧 别献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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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去再做这些看似侍奉上帝的事情 你别去做了 我宁可你们不要再假装侍奉上帝了 把店门关上吧 把火熄灭了 别去做了 我们不仅看到上帝的圣洁 我们体会到上帝的难过 是不是 献祭本身 不是为了上帝的好处 如果他是一切祝福的赐予者 如果他是牛羊财富地理的这些庄稼 树上的果实的赐福者 难道他说我给你了 结果我缺了 你们还要给我一点 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献祭本身是为了人 透过献祭 人记得我的祝福来自于谁 透过献祭 我知道我是有罪的 但我的罪归到了这个牲畜的上面 他替我担当了我的罪 当然也预表了将来的那一位 圣洁的完全的被献上的羔羊 耶稣基督 这是我们知道的 但是你体会到上帝的伤心吗 当祭司去轻看自己的圣职 百姓把献祭当作不情愿 不得已而献上的挑来挑去 挑了最差的一个生病了 反正要死赶紧拿过去 献了吧 的时候 上帝的心事 我真愿你们当中有人把店门关上 祭司你也不用上班了 百姓你也不用舍不得把那个生病瘸腿 瞎眼的带过来了 把火熄了吧 从现今的角度来说 从现今的角度来说 上帝宁可人们成成实实 做正直人 也不需要人手按在圣经上面 依然还做邪恶的事情 不是吗 所以我会说 献给上帝 我们要尽心 你知道我会觉得 金钱的奉献其实是容易的 你只是给了 但金钱以外献给上帝是不容易的 因为你不仅献上 你可能还遇到很多的困难 有的时候你侍奉上帝 别人看到了 别人很尊重 别人很称赞 你说哇很棒 哇很好的时候 你还会觉得得到一些安慰 有的时候你献上了精力 献上了时间 付出的努力 结果别人没有看到 或者反而被误会了 反而被别人批评了 不被称赞的时候 那样的服饰更难 但人如果只看重外在的 从人而来的荣耀 岂不和我们刚才所讲的 耶稣所说的那些伪君子 是一样的吗 如果我们献给主 尽心尽力 尽心尽力 是为了主 主必定看见 耶稣说 你们父在暗中查看 必定报答你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马拉基书的这一个大的氛围下 上帝 启示他的百姓 透过先知马拉基 启示他的百姓 是用这种争辩的方式 这些百姓说 没有啊 我哪里误会你的桌子了 我哪里轻看你的祭物了 上帝说 这就是你们做的 抢来的 瞎眼的 瘸腿的 有病的 你们拿来献上 上帝竟然要用这种争辩的形式 去启示他的百姓 你可以想象得到 在那个世代当中 上帝的百姓属灵的景况是怎么样 因此我们就要问了 那牧师 你先讲了第二个争论 那你为什么跳过第一个争论 那第一个争论是在讲什么呢 我们看第一个争论 从第二节开始 耶和哈说 我爱你们 我 爱 你们 从中文上来说就是三个词 对不对 主语 畏语 兵语 但是 不仅仅是在讲 动作的发出者是上帝 动作的接受者是你们 他讲到了一种关系啊 这不是我打篮球之间 我打篮球 这是一种关系 因为上帝用的动词是 爱 爱 上帝说 我 爱 你们 而这是在马拉基书的开头啊 第一节就是 讲到先知 马拉基 所吩咐的 上帝所吩咐他 所讲的话 然后从第一个争辩的一开始 耶和哈说 我爱你们 在第一个 在第一个争辩的一开始 上帝讲的是一种关系 我爱你们 让我们既惊讶又难过的是 他的百姓却说什么呢 你怎么爱了我们呢 而用现在网络的话说就是 哪泥 你爱我们 我们怎么知道 你什么时候爱我们 你怎么爱我们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爱我们这回事 令人很惊讶 第一 上帝的百姓不知道也不觉得上帝爱他们 令我们很难过的是 在马拉基书的一开始 上帝竟然先讲关系 而且讲的是爱的关系 他直接了当 开门见山的说 我爱你们 但是他的百姓说 你怎么爱我们呢 你怎么爱我们呢 有多少基督徒对于上帝爱我 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的认知是在这里 就是我只在知识上 头脑当中知道 教会 教会常常讲 上帝爱我 耶稣爱我 但我根本感受不到上帝爱我 很多年之前我就听到有人说 不要总讲爱 不要总讲爱 教会讲太多爱的信息 讲点审判的信息 很多年之前我听到有人讲 直到今天我常常听到有人这样讲 我会说 今天基督徒不是听了太多有关爱的信息 没有听审判的信息 而是人们对于上帝的爱不明白 上帝的爱不是人所以为的 溺爱或者宠爱 人溺爱宠爱自己的孩子 会把孩子带坏 但上帝的爱不是害我们 我们今天对上帝的爱缺乏真正的认识 上帝怎么说 耶和华说 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 我却爱雅各 勿以扫 到这里我们会有很多的疑问 我们过去查过创世纪 学习过创世纪 所以我们对于雅各以扫这两个人不陌生 雅各以扫是兄弟 雅各是弟弟 以扫是哥哥 所以我们不仅对于这两个人的名字不陌生 我对于他们的故事也不陌生 对不对 说到以扫 哎呀以扫这个人不行 为什么呢 以扫这个人肚子饿的时候要喝红豆汤 在肚子饿得不得了的时候就说 我宁可把长子的名分都可以给你 没问题 你要就给你 赶紧让我喝这碗红豆汤 喝了之后 哎呀我终于舒服了 哎这个人不行 上帝说哎不喜欢饮扫 雅各 雅各不 好不到哪里去啊 雅各这个人很诡诈是不是 很贪心是不是 而且呢遇到危险的时候 谁先上 老婆孩子先上 妾跟妾的孩子先上 老婆和老婆的孩子 然后呢我躲到最后 雅各这个人也很坏 上帝怎么爱雅各勿以扫 当然我们知道 上帝爱雅各爱以扫 如果上帝不爱以扫 以扫那个爱出去打猎的人 可能有一天去打猎 就回不来了是不是 上帝不是不爱以扫 当圣经讲到上帝爱雅各勿以扫的时候 上帝讲到的是拣选 他说以扫不是哥哥吗 以扫不是长子吗 但我拣选的是雅各 这里讲到的是拣选 我们用一个大家能理解的例子 你拿两个玩具给孩子去选择 这个孩子选了其中一个 他更喜欢这一个我爱这个 他选择了这一个 上帝讲到的是拣选 上帝讲到的是拣选 我拣选了雅各 我拣选了雅各 你会说那也不对啊 雅各一点都不好啊 是 雅各一点都不好 我们也是如此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如此 如果你说雅各一点都不好 上帝爱他 上帝拣选他 对 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是一样的 我们一点都不好 上帝爱我们 上帝拣选我们 上帝的宣告是 我爱你们 但今天很多的人心中的想法是 你哪里爱我们了 你怎么爱我了 我的人生和我理想的不一样啊 我不希望的发生的事发生了呀 我想要得到的我没有啊 你哪里爱了我们呢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如果我想要的 就必定得到 我不想要的 就一定不会临到我身上 那个不是祝福 那个是咒诅 如果你记得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 魔鬼对他说 你只要跪拜我 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给你 你记得这个试探吗 在有一部电视连续剧讲到圣经故事的时候 讲到耶稣所试探的时候 他背景的画面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撒旦说 你只要跪拜我 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我都给你 那个背景的动画在耶稣的脑海当中 那个背景的动画 第一个是他的脚被钉下去 是耶稣的脚被钉下去的动画 第二个是本丢比拉多为耶稣洗脚的动画 所谓你只要拜我 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我都给你 你要选择被钉十字架 还是要选择本丢比拉多给你洗脚 同样是你的脚 你要被铁钉钉穿 还是让本丢比拉多给你洗脚 那个是我印象很深的圣经故事的那一段的背景的图画 人们觉得上帝不爱我 是我想要的上帝没有给我 我想要的上帝没有照着我喜欢的方式 在我喜欢的时间 在我喜欢的这种的时刻给我 我不想要的却领导我 但上帝说 孩子我拣选你 我赐给你真理 圣灵是真理的圣灵 我赐给你 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的儿子我给你 我让你不仅在地上能够出黑暗入光明 我赐给你永生 你会有苦难 但你永不孤单 我陪你走 我不仅陪伴你经历苦难 而且我使你在苦难当中 能够更认识上帝的同在 上帝的爱 上帝的真理 你永不孤单 别人不一定理解你 别人会误会你 别人会伤害你 会攻击你 但是 我是勇与你同在的上帝 上帝的拣选和上帝的爱 不是彰显于按照我想要的方式去成就 上帝有他更高的智慧 在这个世代来拣选我们 使我们明白真理 蒙拣选是恩典 蒙拣选不是因为我很好 是恩典 但今天有多少的人可以明白这样的恩典 对于当时的这些百姓来说 上帝说我爱你们 我爱你们 这是马拉基书开门 开门见山的这样的一个宣告 我爱你们 但是他们不觉得爱 他们不觉得被拣选是恩典 是值得感恩 是喜乐的 是不值不觉得 反而对于他们来说 我们因为有这样一个上帝 导致我们很麻烦 还要去献祭 导致我们有损失 我们还要把自己的东西拿去给上帝 所以我们尽量把损失捡到最小 选那些不好的给他吧 可是人们却忽略了 原来这是恩典 这是恩典 所以当我们看到马拉基书的时候 我在想 上帝查验人的心 看到人外在的行为 上帝知道我们和他的关系 他知道我们的心离上帝有多远 上帝说你们这些做祭祀的 亲看我的名 亲看我的名 污秽我的桌子 说真麻烦 天天还要做这样的事 你们这些祭祀 亲看了自己 侍奉上帝的圣旨 而圣经告诉我们 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不是 所以上帝让我们明白的是 新约圣经保罗讲到说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 他讲的不仅仅说是 上帝啊我这个给你一点 你不要再找我要了 保罗说你知道吗 原来这个献祭在今天 有着如此丰富的含义 那意味着我们整个生命都不一样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献上的不仅仅是说 这一点我给你了 其他的不要找我了 是上帝啊 我的整个生命都是你给的 主耶稣我的生命是你给的 所以我不再为自己而活 我为你而活了 这个是新约圣经所让我们看到的 但你真的愿意吗 你真的愿意去为主而活吗 我们回看到马拉基书所讲到的 那个世代的基督徒 那个世代上帝百姓的生命 属灵生命糟糕的景况的时候 岂不正反映了 现今这个世代当中 基督徒生命的景况吗 多少人对上帝是感到如此的疏远 多少人对于上帝是觉得 如此的麻烦 还要给 还要奉献 还要花时间 还要去教会 哇 还要为别人做见证 哇 真的是不愿意这样做 但是大家要看到 马拉基书开篇讲到的关系 上帝说我爱你们 这是一种关系 我们今天和上帝的关系怎样呢 我们和上帝的关系 必定就彰显于我们外在的行为之上 我想 我想接下来 我们会不断的去查考 或去学习马拉基书的经文 透过这些学习 我更希望可以激励上帝的百姓 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 我们这一生爱主 这一生跟随主 是的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事情发生 也不平安 也有很多让我们心中觉得 焦虑和担忧的事 但是我们的主是永远的依靠 我们总可以相信他 跟随他 如果我们真的把他当作依靠 那么就意味着我们不是和他疏远的 不是嫌他为麻烦的 这是一个我们所亲爱的亲密的关系 愿主来祝福他的百姓 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音诗 真神之爱 真神之爱 回到无穷 靠着你我 满意行动 高潮足迹 神不安阳 江湖高山 无法算量 世俗犯罪 无法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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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是人 云主要是人 仁不求身 倾向尚实 不求包藏 真神之爱 河東風浮 味道無限 無涼 永遠不變 永遠堅定 天使上徒送養 世上海洋 當所有誰 主的成長 早未執操 世上萬聖 永作彼方 千秋溫人 幾何不堪 心情此理 妙為真愛 太陽無邪 勇敢 安全水潮 相天連天 恨然妙數無盡相 全身之愛 何等風浮 味道無限 無涼 永遠不變 永遠堅定 天使上徒送養 好 感謝主 有沒有在當中是第一次來 跟我們一起聚會的兄姊妹或朋友 有的話請你站起來讓我們來歡迎你 好 沒有 那我們就看一下家訓 2025年到2027年度 長老知識候選已經出爐了 長老跟知識都在上面 簡介跟照片在大廳報告板上 如果您對候選人有意義 請以書面說明 需要三名本堂會員簽名 收見人標明給長職會 11月3號之前可以投入教會大廳收集箱 謝謝 今天下午有長職會舉行 請為教會長職的例行會代表 求主赤下合一的零 我們的教會45週年的堂慶有一系列活動 我們現在請張亮弟兄來為我們做一些簡短的報告 謝謝主席 感謝神能典 我們今年同在堂已經45週年了 有一些特別的報告 還是要請大家注意 首先一個我們報告 在11月2號 我們有一個感恩音樂的讚美晚會 在11月2號是晚上七點半 我們前幾次都有發過這些單章 可以請大家繼續拿取這個單章 我們在外面台子上還有 作為您的邀請函 可以邀請您的親朋好友 您的同事鄰居一起來參加 我們當天有非常豐富的節目 那剛才主席也報告說 我們今天 我們教會其實還有45週年一些堂慶的活動 其中有一個特別是裴林會 裴林會分英文和中文的 那英文是在11月8日 週五晚上七點半鐘 那特別要提醒大家的是 中文的裴林會是在週六 11月9日上午的10點鐘 第一點是在同在堂 我們在教會裡邊 那講員我們特別請的是 林祥元牧師 他的簡介在單章上面都有 他是在美國加州 聖地雅各祖文堂的主任牧師 曾經在北美亞洲以及 夏令會做過特約的講員 也擔任過北美台灣 數學院神醫學院的客座的教授 請大家到時候參加 那當天的晚上呢 我們還有一個 教會的感恩和慶祝的晚宴 是在再次提醒大家 11月9日星期六晚上六點鐘 地點是在列治文的幸運海鮮酒樓 就是Camby和五號路那邊 那麼費用的話呢是 10歲以上 就成人的話是30塊錢 4歲到9歲是15塊錢 3歲以下是免費的 餐券我們繼續發售當中 那要提醒大家到目前為止 我們餐券中文堂部 已經賣過一半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參加的話 我們要盡快購買 好 感謝主 希望大家一起來 來歌頌 來慶祝同在場的45週年 再來兒童秋季家電華會 10月27號 昨日下午4點到7點半 有一些活動 然後落藥辦妝 請勿穿恐怖服裝 可以穿普通妝 邀請朋友跟鄰居參加 2024年同在堂會員名單 已經在大廳的報告版 如果更正請通知 余長老跟原職士或楊職士 從拜會之後104世舉行 國語成人主日學 海德堡奧禮真理回答 第15課感恩生活之禱告 希望大家有約參與 11點15分到12點鐘 還有姊妹團聚的感恩聚會 10月22號本週二早上10點鐘 請勿認同在台中 吉祥地獄 神明美海的嚡力 神明上一輩子 主啊 求祢教导我们 让我们知道要把最好的献给祢 求祢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每天存了一颗敬畏祢的心 让我们有祢的话语 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让我们经历到主祢与我们同在 主啊 祢给我们聪明智慧 让我们做一个百般的好管家 让我们知道如何掌控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产业 以及我们手上所有的一切 在这高阳中中 祢让我们经历到主啊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求祢让我们表现出我们的行为 爱祢的心 更在这当中之中 让我们学会到主啊 祢是那以马内力的神 祢是那耶和阿娱乐的神 祢是那赐我们丰丰富富一切的神 祢让我们当中学会 主啊 如何敬畏祢 如何看到祢与我们的同在 主啊 我们献上我们的十一奉献 做祢圣功使用 求祢洁净加上祝福 也保守我们以下一周的脚步 不管这个政局如何 不管世界有多乱 不管天气有多糟 但主啊 祢的平安喜乐 与我们每一个人每天存在 我们感谢让我们经历到 祢是那以马内力的神 感谢祢 我们将祷告奉献 事奉耶稣基督得神的名 阿们 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祢的名为圣 愿祢的国降临 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紧实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别人的债 不叫我们欲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祢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 地上圣灵当赞主恩 天上万君送赞主命 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阿们 我们请时代牧师为我们做祝福 请领受从上帝而来的祝福 天父的儿女 愿你们心中常常充满上帝的爱 祂拣选你们 拯救你们 赐新生命给你们 天父的儿女 愿你们也常常专心爱主 无论大事小事 为主而做 行在主的身上 天父的儿女 愿耶稣基督的光照亮你 使你们的心中常常有盼望 喜乐与平安 奉主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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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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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